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都快要倒一半了台股 然后宋楚瑜也加入战局 痛批说马总统的政绩不佳 好 我们的记者林玉玉桥最后是说 得失之间选民自有抉择 我们马上就来看昨天的辩论表现 谁的表现比较好 首先来看是旺旺中史民调 蔡英文第一是32% 有人认为他表现最好 第二名是29%的马英九 然后宋楚瑜是13% 如果根据联合报的话 他们认为马英九是占了36% 有36%的受保者认为他表现最好 而蔡英文的话是29% 而中间的差距还有个7% 而认为宋楚瑜表现最好的是17% 再来我们再来看的是TVBS民调的话 也是认为跟旺旺中史一样认为 蔡英文表现得比较好 占了33% 而认为马英九占28%的认为他做的比较好 而这15%的话认为是宋楚瑜 所以如果说拿马英九和蔡英文两个人PK的话 有两家的民调认为蔡英文是赢得对马英九是2比1 徐八言人听了会不会比较高兴 我想这个辩论 当然某个程度会对中间选民多少一些参考价值 但是我其实觉得对蓝绿板块也没有影响 你看这个我以TVBS的民调来做一个说明就好了 虽然大家认为蔡英文的表现是整体数字比马英九好 可在支持度上却反应不出来 支持度还是马一路领先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辩论比赛对于两边蓝绿的区块 事实上是稳定的 那个不太有影响 真正有影响是未决定的选民 那未决定选民他既然未决定 他也不会在这个时间告诉你 好 待会儿呢有关于这个全部的支持度的民调 我们待会再猜一下 但是我要补充一点就是说 其实在这里面整场辩论 过去老宋是最有经验的 他参加过2000年开始的 那马总统也算是很有经验的 最没有经验的是蔡英文 所以蔡英文口才不算挺好 但是我觉得他之所以可以赢 原因是因为他对那个内容的回答 比较具体而且有诚意 就这样子而已 好 光晴 其实我的看法略有不同 其实你如果按照支持度跟辩论的表现来看的话 宋先显然并没有受到他原先支持度的影响 他每一次辩论的那个表现 那个部分17%稍高于他 那如果真的按照单独空出来说只是凭辩论 那老宋这17%也略嫌太低了啦 那事实上就是我觉得昨天辩论要分两阶段 前面那个12题的这个公民提问 我觉得对宋先比较不利 因为他回答这些问题的话分门别类 他这个部分很显然有些部分是 就是不然是空洞的 不然就是他尤其司法改革的部分 竟然无冤要一起动起来 这个明显的瑕疵 那但是他对住屋政策 他呼吁不要从台北看电下 那马英九还回应他说 你帮我回答这个部分 但是在公民提问显然就是马英九 他马总统他占了这个执政的优势 他非常的娴熟 那有具体的这个做法有内容 那不管你对他这个办法 你同不同意 但至少他把他条列式下来 那昨天有个特色就是 马总统比较没有在比较前朝了 那他两次提到美清 就怎么样代位啊 那时候怎么样怎么样 那当时候是在回答 那个青年就业的这个问题相关的 他把这个夫人牌打出来了 那但是大家的焦点 还是放在那个宇昌案 蔡英文跟这个马英九的工房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细谈 但是就是说 那个昨天的那个状况 那个蔡主席似乎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 他是受了感冒的影响 就是他感觉上就是说没有工 这两次的辩论 这是一个影响很深刻的 那所以有很多评论就是说 你在野党应该扮演 很强势的攻击手 就这个部分他没有发挥 甚至针对本身的那个宇昌案 没有利益回避的这个部分 他几乎没有掌握时间 他还是勾那个老问题 就是说你是不是都用国家机器 等等 那这个不问题马英九回应 但马英九有个疏失 他并没有回答那个 富邦于次验那个问题 有没有接受1500万真实现金 他在记者会后补了 所以这多少也影响了 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民调的 这次的辩论的表现了 我觉得如果说前半段的要比的话 我觉得还是马英九低 跟上次我给的评分是一样的 那蔡英文第二 那可是呢 两根差距已经没有那么大了 就是蔡英文还是在那十年正纲 还是言之有误 只是说他的做法没有那么精致 毕竟还没有执政 那至于第二阶段 我觉得宋楚瑜应该倒过来 他是第一 因为他火力全开 这也是一反他过去 人家评论说宋楚瑜是不是熄火 因为这是最后一次 他必须把握机会 好 而讲到这一次呢 这个中变表现 刚刚我们已经讨论完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 辩论了以后就像刚刚这个许发言人讲的 就是重要的是辩论结束以后 你的支持度 你到底有没有改变你的心意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这个马英九呢 三项都稳居低 首先来看汪汪中时民调 有38.5% 认为这个他们还是支持马英九 那支持蔡英文的呢 非常的近了 只是差了0.8%的37.7% 而宋楚瑜的话是7.7% 在联合报的民调的话是41%支持马英九 33%支持蔡英文 10%支持这个宋楚瑜 双英的差距有8% 再来看到的是TVBS的民调 40%要选择马英九 36%选择蔡英文 而选择宋楚瑜的是7% 这双方的蓝绿差距有4% 选择了 您怎么看 先回到前面一章 好 因为我知道 这所有民调机构跟媒体 不得不做这样的调查 就说哪个表现比较好 但是这个是无聊的 而且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你看三个加起来 就是要接近100嘛 所以你三个要挑出一个 哪一个最好 所以它等于直接间接 就反映你支持谁嘛 就各位其主啦 所以这样是比较 比较不能反映真实的 这个辩论的这个技巧 或者最后大家的感受 那个为什么 然后呢我们讲第二章 是真正的这个支持度 那我必须坦白告诉大家 我最近对各种民调 开始觉得非常的困惑 为什么 而且我要正式呼吁 所有的机构 所有的民调机构 要好好检讨自己的 整个做调查的方式 结构或者修正的公式 我比如讲TVBS 两个人非常接近 但是你接近的时候 你去细看 哇 马英球竟然在云嘉兰领先 对 这个怎么有可能呢 那看我们忠实旺旺好了 北北基落后 很接近的时候 我一看 马英球落后五个百分点 那你不能说 因为我们偏蓝嘛 这个本台偏蓝嘛 你说输就输 你输的就是北北基输啊 所以你两个扯平 也有投利啊 你不能说我的人不能输啊 但是你再看中张头 不得了 同一份民调中张头马英九领先10% 你看这个有道理吗 马英九有可能在北北基落后5% 在中张头领先9到10% 然后最后结果两个扯平 对 我完全违反我了 一般的政治判断 这个不要政治判断 普通常识啊 普通常识 所以这个要嘛是结构性有问题 要嘛就是你的修正公式 我现在对越来对每一台 每一个机构的所谓修正公式啊 存疑 好 你们会不会修正过头啊 会不会修正过头 如果对这个修正过头的话 辉文兄我看您一直在这边准备了 那我是这样看啊 就是说辩论跟民调都只是过程 选举最后是看开票 好 最后投票出来谁赢那就赢了 如果最后我赢了 然后前面辩论也输 民调也落后 可是开票我赢了 我就是赢了 我觉得大家应该这样看 刚刚这个徐嘉倩议员是这样讲 她说啊 蔡英文口才比较不好 但内容具体啊 而且有诚意 这个诚意比较主观的看法 内容具体啊 我觉得主持人待会我们可以 逐一来看她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说到底她回答了什么 蔡英文刚刚你给我看的那个 林宇全是一个综合版的SOT 蔡英文她昨天谎神了 我们看了三堂辩论谁谎神啊 怎么会谎神呢 大家问主持人说 回答问题 你问到我问 我已经回答完了 她是不是太专心的在翻这个笔记 你都准备的东西 这个有可能 这个史泽文讲这个有可能 太专心 就辩论来讲话 我觉得马总统昨天一开场 就讲宇昌 我想部分蓝军的选民 哎呦你那一开始就说这个 那个气势就起来了 我一开始就发表声明嘛 而且主持人我们必须讲 这是一个 就总统大选也是一个 很重的一个话 就是说 你如果讲出我 我指挥特征组 我操弄是吧 我退选 证据是不是要赶快拿出来 请马总统退选 先回应一下 我辉文兄刚的这个指教啦 就说其实昨天这场辩论 之所以跟第一场 很不一样的地方 是在12个公民提问 其实昨天大家在看的主轴 也是在这一块 就说那个是实质 有内容跟料的地方 牛肉在那个地方 至于交叉截变 还涉及很多 各自阵营的攻击嘛 包括人身攻击 跟意识形态攻击 我觉得那个结问的部分 老实讲 我是觉得都不怎么样啦 马总统有真的去好好回答了 别人的问题吗 让宋楚瑜一句又来了 他连续两次结婚 宋楚瑜都说又来了 为什么他这样讲 因为他连问宋主席 连问都没有问 我是觉得这个 连基本礼貌都没有 好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待会再问一下 但是多明其问的部分呢 不过接下来呢 我想要请问一下的 就是这个林委员 我们就回到这个 中变之后的最新支持度 这个马英九呢 还是呢 在三个主要的民调 还是领先蔡英文 但是呢 我们的沈大佬认为 这个方法和调查的数字 可能有问题 对 我也觉得 刚刚傅雄雄讲的 有些我当时也是觉得蛮奇怪 中张头怎么可能会大赢呢 是不是 云嘉南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然后在北北基输五个百分点 我也觉得很难相信 说在北北基会输到五个百分点 这个南京如果说在北北基 都输五个百分点的话 现在的民调 已经是 坦立的书 我跟你讲 连这个 连这个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整个盘都已经崩掉了 瓦解了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大家可能要认真一点 民调做得很频繁 有没有太挤了一点 有没有找到真正的专家 因为要取样 选样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 又因为有些的媒体 上一次的总统大选 那预估的不好 五都的时候也没有预估的很尊 所以自己可能发明一套公式 再做推估 可是你这个推估 这个公式是不是正确了 如果不是正确了 那就像富雄所讲 你就推估过头了嘛 过头原本可能是个正确的东西 被你操弄的过头了嘛 就变得不准确了嘛 所以我认为所有的媒体 都真的要做下来 因为这种情形 以前十几年来很少见 有这么大的奇怪在里头了 但是你如果问我说 那政治的民调是什么 我认为政治的民调 马银权还是领先 只是领先的幅度 可能不像某些媒体 讲的那么多 也不像某些媒体 讲的这么少 可能借两者之间 因为说实话 现在除非有一方犯大错 或者有一方呢 卢德神助得到一个很意外的 这样一个协助的力量进来 对方的一个大将叛逃进来这样 否则我认为民调 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 一两个月来 两三个月来 其实我不认为我会有很大的变化 那有些譬如市值的问题出现呢 民进党可能挨一棒 挨了一棒以后呢 过一阵子又基本上回到它的基本盘 然后可能是什么和平协议 加公投的事情 国民党挨了一棒 挨了一棒以后呢 你看他过一阵子又回到了它的基本盘 不过这个话说回来就是说呢 不管我们对这个民调 或这一次的这个方法论等等 有什么样质疑 或者是过去十几年看起来不一样 不过最近的各大民调 还是有一个固定的趋势 就是马英九跟蔡英文之间的差距呢 是逐渐的缩小了 然后还有更多的讨论 我们待会继续回来